他们从各地迁徙到上海 成为许多上海人过年必备的食材 他们经历时间的洗礼 借助老师傅的巧手 变化出耐人寻味的香味 我从这个燕浪行业是三叉盐 他们为何对南货情有独钟 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变迁 南货味道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真实的25小时》 南货的故事正在播出 有24小时生活 比25小时思考 我是莉磊 吃红枣 用桂圆做羹 提一只上好的火腿 走亲访友 上海人东令进步和过春节都离不开南北货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 人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生活创业 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 各地的美食也随着这些移民一起来到了这座城市 成为了上海所独有的一道风景 在这里 北方人可以品尝到南方的特产 南方人也拥有了北方的干货 久而久之就成了一门生意 于是大大小小的南北货店便应运而生 因为在这些店里以南方食物居多 所以上海人一般将在南货店里买卖的各地特色美食 统称为南货 时过境迁 南货店早已融入到了上海这座城市中 而这些南货有着怎样的美味记忆 它们在与上海的相逢和融合中 又经历了什么变化呢 外乡人到上海旅游 一般不会错过南京路 无论多么繁华热闹 这里总是可以让人想起一点上海市景的陈年味道 而上海许多知名的南货店也聚集在这一带 冬日的清晨 这家南货店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开门了 带师傅干货柜台的组长 每天清晨他都要穿过殿堂 来到摆放了各式各样难货的仓库 在客流高峰即将到来的前一个小时 他要做的工作格外重要 拉拉家常几句玩笑 带师傅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每天早晨 带师傅都要负责整理预备足够的干货 选料可以说是南货店最讲究的环节之一 而像带师傅一样在南货夜里浸泡了几十年的行价 也大多是各大南货店的秘籍 自学徒时期练就起来的眼力 早已在今年累月的工作中变成了习惯 难以言传 即使我们这些外行人强烈要求 带师傅也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 好的桂圆外形圆整 壳薄而脆 又核桃状细花纹 这番点到极致的传授 显然并不能让我们领悟要绝 带师傅索性教了我们一个笨办法 看产地 就说桂圆 由于福建莆田先有两限的最好 业内人是讲谁的个字 叫新化桂圆 一个个要分几个等级 有这个三斤 两地七厘米 给它成为大赛女 然后两地四公分 有两地四厘米 成为四鱼 二位两地一厘米 就称为鱼 所以刚才有一个 芥朗豆腐 还有一个分芥朗咖喱 有一个菜籽这种 带师傅口中的分几个等级 用行画奖叫分档 为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公品 干货品类繁多 比如桂圆就可以分成 突圆 大三圆 四圆和五圆 精细的分档 历来都是干货整理的重头戏 而除此以外 这些干货在上柜之前 还必须进一步筛解 留下品仗最好的 对历史悠久的南货店来说 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好看的面子工程 更多的是生意人的精明 这种有点活动 还有那种红柴 那种铺杀 垂材 还要给它 因为那种荷桃人 因此经常有荷桃人 因为那种马桃的人 突然突然冒着这一些武器 根本有机器 每个铺材都可以用到 全部一产品水分掉一掉 每个沙坛 根本就比较正义的车子来 然后铺开米 这些细致入味的工作 由代师傅这样的老把式 一一把关后 才总算可以正式上柜台了 上午十点 南货店迎来了第一波小高峰 干货柜台也显得特别热闹 各列南货中 干货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 南来北往的行脚商们 为了杜绝腐坏便于处运 于是将各地特产风干 晾晒制成干货 带到上海 浙江山区的黑木耳香菇 沿海生产的开阳 江南普遍存在的笋干 福建莆田的桂圆等 都是上海人喜爱的干货 宁波人会做生意是被公认的 尤其是鸦片战争后 宁波人是上海数量最多的外来移民群体之一 宁波人在上海渗入各行各业 从洋行的买办 到钱庄 五金店 棉房厂的老板 再到职员 工人和自由职业者 他们多数成功地在上海站住了脚 扎下了根 虽然飞黄腾达者只是少数 但大多都安居乐业 这样一个群体自然需要适合他们口味的食品 于是几个宁波商人合伙创建了这家难货店 时至今日 干货的展示与过去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干燥与盐分保护的食物 暴露于空气之中也能长久保存 每个顾客都可以摸一摸 闻一闻 十米长的柜台用玻璃分割成小小的隔断 每个隔断里都是一种干货 即使是同一种类 也被精细地划分为不同的规格 而每种干货怎么烹饪 代师傅自然都会棘手 不过在我们看来 这里的买卖都仅有几分烙家常的味道 隔斜和隔斜有什么区别 这是隔斜 别人做生抽 别人比较快 快一种打了也不少 别人说得净得净 那老婆你刚吃的吃个茶吗 老婆对对对 我还是老嘴腾 老嘴腾买个茶 什么? 这隔斜是吗 那隔斜是可以做的 隔斜是可以吃的 有些隔斜参 könnten来吃 隔斜有精硬 隔斜要那么多 隔斜的参与的隔斜 好多容易吃到这些隔斜 这几个隔斜可以吗 这几个隔斜 阿隔斜はい不错 我们看大家看到有点可以吃 可以 嗯 这好吃 隔斜可以躁 可以 想吃 对 刀要是喜欢 在这里待了半天不到 我们就发现 南货店的营运员们 还有一门绝火 数年乃至数十年 做着抓取食物称分量的工作 阿姨们早已熟能生巧 一双手堪笔垫子称 不过手艺是一回事 怎么用又是另一回事 某个时评人就曾撰文调侃 自己在南货店的遭遇 要15块钱的东西 营业员保准一抓就是25 倘若提出减少一点 便会不耐烦地抓掉一点 但还是超标 看来阿姨们在镜头前 还是有所收敛的 这大概又是会做生意的 宁波人流传下来的 另一门生意经版 如今各式各样的干货 早已是上海街头巷尾菜馆里 最寻常不过的原材料 脱水干制不仅是保存食物的一种手段 也使干货变化出了 比鲜石更醇厚鲜美的味道 这种味道不但滋养着客去上海的异乡人 也征服了上海人的味 以这些干货烹饪的西芹呛开阳 笋干烧肉等菜肴 也像那些融入了上海的人一样 早已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正是得益于对家乡的思念 对味道的追求 以及祖辈们的手艺和智慧 这些原本出生小城小镇 亦或小村的物产 终于可以最大程度的 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天南海北地跑 而在某种意义上 像这样摆放了各式干货的南货店 也就像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的 一座座味觉纪念馆 除了各式各样的干货 每年11月份南货店里 还会上市另一种美味 那就是醉蟹 上海人吃蟹其实极其讲究 但怎么吃就见仁见智 会吃的人只要条件允许 会时不时地调调口味 醉蟹便由此而来 相比于干货 醉蟹这类遭醉食物的学问 就更多了 江苏新化的中宝镇 是苏中地区养殖第一镇 这里生态优良 水质清新 出产的螃蟹 肉质细嫩 是制作醉蟹的绝佳原料 53岁的林永正 有着30多年的养殖经验 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养殖户 虽然已经做老板多年 但今天他还是重拾蟹农的身份 因为这次捕捞对他特别重要 上海人吃这个螃蟹 特别讲究口味 讲究质感 我的螃蟹是这只红狗 狗皮芝麻 青壁白毒 金蛟黄毛 用这个鞋 加工出来的醉鞋 这地很鲜 而且我这个螃蟹的螃蟹 基本上都是五公鞋 五五叶 没得没得 今天收获颇风 老李特别高兴 一个个横行霸道的螃蟹 对于他来说 不仅仅意味着能卖个好价钱 更在于 他能给交往多年的客户 一个满意的答复 朱国伟 最限原料采购的负责人 与老李相识多年 上午他如约赶到这里 准备取蟹 看一下朱长长 今天螃蟹怎么样 今天螃蟹不错嘛 大丰收啦 大丰收 今年螃蟹 可以啊 反正是老朋友了 到现在做到现在了 从情况来看 今年好像比 早两年 那个产品的品质还要好嘛 我们呢 本事大了嘛 现在 做得难 你看来 喝度多喝 那不要讲了 那肯定的了 对不对啊 作为我们来说 要找最好的基地 一定要这两好的 对吧 这样的话 我做出来的最限 那肯定是好的了 对吧 几句闲聊过后 一笔买卖就这样敲定了 这是一种老朋友之间的 互相信任 早期南货店 大多采用前店后工厂的布局 如今 更大型的食品加工厂 取代了他们 从新化运回来的螃蟹 各个青壳白肚 吉堡有力 这将是今年 第一批上市的醉蟹 经过初步筛选 清洗过的螃蟹 被放入油氧水池中赞养一天 使其吐进体内泥沙和污物 接下来便是最为关键的步骤 醉制 朱师傅告诉我们 胭脂醉蟹有一条八字要诀 那就是 雌不犯雄 雄不犯雌 就是说 在醉制过程中 要严格区分 将雌雄蟹分开放置 因为醉蟹历来以雌蟹为家 若一缸雌蟹中混入了雄蟹 那么雌蟹必定会因为 遇到雄蟹而骚动 蟹黄就不能凝结得饱满浓稠 也就失去了它的精华 当然 对于专业师傅来说 这些都只是基础 醉蟹制作的真正的秘诀 还在于这蟹鱼酒的精密调配 各家都有自己的秘方 与很多醉蟹使用黄酒不同 这里用的是米酒 老师傅透露 米酒不仅能使螃蟹醉壁 起到杀菌溢菌的作用 口感也更加温和甜润 醉蟹的咸度降低了 更加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产品的那个加工的工艺 基本上就是 还是按照老的传统的加工的方法 但是从头的料 加的料 就是根据现在的 就是消费人的口感 适当的改变 风缸醉制之后 螃蟹还需整只放入罐中 进行第二道醉制 起到进一步调味之用 醉蟹料是古传秘制的 老法师口风景 只字不肯透露 只神秘地说到 全是中草药 此外 螃蟹在每一道醉蟹料中 禁制的时间不尽相同 但这也是秘密 这些美味的制作 绝不仅仅是一张食谱 能够搞定的 其中既有口口相传的情意 更有自己对口味的领悟 现在呢 我们也是老的带中的 中的带青的 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带 因为这个产品呢 是本来说呢 就是农副产品加工的 那个技术含量呢 也就是说呢 全靠自己的就是看的 物性 不是说从书工上能够学到的 每一批醉蟹 要经过两道醉制 才能最终与食客相见 从每年11月醉卸正式上市 直到来年4月落市 中间隔着半年 老食客们虽然心里焦急 却依然愿意等候醉佳时节 因为只有菊黄泄肥的时候 才能做出醉人的芳香 烟腊柜柜台的师傅 与火腿有着怎样的感情 我从这个烟腊行业是三叉野 每天那个洗火腿啊 看火腿 我们一个火腿 切事倒 一根小小的竹签 又怎样成为火腿师傅的秘密武器 这房小小烟腊柜台里 支撑起了怎样的上海味道 请继续收看真实第25小时 南货的故事 天南地北的美食 云集大上海 南货店是一个重要的窗口 这其中除了干货和糟醉食品外 还有一个主角 那就是烟腊制品 烟腊制品是南方人在入冬后必备的食物 制造的初衷是为了在南方湿热的天气里 更好地储存那些容易腐烂变质的新鲜肉类 然而在保鲜之余 却获得了与鲜食截然不同的口味 加之其漂亮的脉象 使它一度是上海人很有面子的送礼选择 俗话说 以前上海毛脚女婿上门时 要带一挺机关枪 两个手榴弹 一个炸药包和一串子弹 手榴弹指的是老酒 炸药包指的是奶油蛋糕 子弹指的是香烟 而机关枪指的就是火腿 这些因为时间的沉淀 而附加了更多风味的传统美食 在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城市中 可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 城隍庙上海的老城区 这家烟辣行 已经在这里经受了 160多年的岁月洗礼 老店里的一切都是传统的旧式的 而你只要走进这里 即使不尝味道 咸肉 腊肠 火腿的独特香味 就扑鼻而来 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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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咸肉 咸肉 营业时间里 既有顾客慕名前来 也有不少附近的老居民 顺道带一些咸肉回家 而临近年底 生意更是比往常多了起来 如今在上海 这样专卖腌辣食品的商店 已不多见了 更多的是经营各类南北货的南货店 在这家南货店的腌辣柜台里 腊味的种类非常丰富 即使同一个品种 也被整齐精细地划分为不同的规格 供顾客挑选 除了名声在外的腌辣产品本身 这里还有一位磨刀霍霍的火腿师傅 吸引着不少顾客 对侯师傅来说 切刀是十分重要的工具 高级师傅一般都自己配备好几把刀 什么部位的肉 什么时间的肉 采用的切刀都不一样 这些都是一代代火腿师傅 传下来的规矩和记忆 我从这个燕浪行业是32年 到目前为止 从进来的时候做学徒 我就是做这个燕浪视频 那个时候做学徒的时候 师傅对我们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每天洗火腿看火腿 因为他只能做一遍到两遍 让你自己慢慢去渗透 自己去感受 我们那个师傅 从师傅不在说 那个是偷着学的 怕切得不好 师傅要骂的 我们只能切闲了为 咸肉刚刚开那个 咸肉也有骨头的嘛 我们把它先砍咸肉 慢慢慢慢我们移到那个火腿上面去 按规格我们做师傅叫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火腿切四道 一个是由头 一个是中方 一个上方 一个踢旁 师傅已经叫了就是这样 上方是火腿上肉质最好的部位 将这传统名菜 秘之火方的火方 就是选自这个部位 中方通常可以切丝 与提筋 海参搭配成高档火腿菜 油头和提膀肉质较老 适合用来炖汤 侯师傅所在的阴辣柜台 在店铺西北角最靠里的位置 他说 这样更便于火腿的储存 这些肉色鲜艳 香气浓郁的火腿 全部来自于浙江金华 这个江南最著名的火腿产地 不过 即便是出身名门的火腿 对侯师傅这样精通火腿的师傅来说 也并不就是万事俱备了 一般每隔一个月 侯师傅都要亲自到金华进货 我们毫不怀疑 侯师傅有百里挑一的本事 能捡出最优质的火腿 但侯师傅说 他选火腿有个秘密武器 却不肯提前透露 我们只好强忍着好奇心 和他一起上路了 金华属于全国火腿生产中心 产量居全国之冠 甚至在国际上也享有生意 这里的火腿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家位于金华永康市的火腿加工厂 已经为侯师傅所在的烟辣柜台提供火腿多年 在越来越多的工厂 开始引进现代化生产设备的今天 这里却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制作工艺 火腿的加工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 在这里 加工的每一步都严格遵守自然的规律 制作金华火腿必用的猪种叫两头屋 特点是皮薄骨架细 脂肪丰富味道甘香 不过即使原材料相同 由于加工季节的不同 金华火腿其实也分很多品种 每年立冬到立春气温最低 是火腿腌制的最佳季节 此时腌制出的火腿被称为正冬腿 立春之后温度均匀日照充足 则正好清洗晾晒火腿 而夏季温度较高 又是火腿发酵的最好时节 我们抵达时 大部分火腿已经发酵完毕 火腿成品按照大小被分成不同的等级 整齐地被摆放在木床上 从踏进仓库的第一刻起 侯师傅的工作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 火腿你看这个加工的真的不错 那个腿型有 到他成品仓库里去验收火腿来 第一个我要首先看到那个仓库里面 是不是有一种异味 要是仓库里面没有异味的话 我就要看他的火腿的腿型 他的腿型的话 他就是第一个看他的爪子 它是不是弯的是四射五度 这个爪子弯度比较弯的 就是腿型修得比较很宽华的 比较远紧的 那个是火腿型是应该怎么差的 到了最核心的环节 侯师傅才终于亮出了随身携带的宝物 原来只是一根十分不起眼的竹签 不过对于精通火腿的侯师傅来说 一根小小的竹签 就足以让他轻松地分别出火腿的好坏 将竹签分别插入火腿的上中下三个部位 三签拔出来后闻其味道 便可以鉴别出火腿的质量 打签 上签 这个是中签 那个是下签 这个三签一定要打的 就是鉴别责量火腿好坏 三签相当 所以是特级火腿 要是上签相当 中签不相当 还有那个下签有异味的 这个火腿只能说是一等平 因为它是 要是你底下是臭的话 那个火腿就是四等平 所以火腿里面是最差的 谈话间 猴师傅就完成了火腿的筛选工作 这些肉面向上 皮面向下的火腿 还需要每隔五到七天翻动一次 渗油均匀以后才会被包装出厂 优质的选料 专业师傅的鉴定 和对制作流程的严格把控 这正是金华火腿诞生的秘诀 如今 大大小小的火腿专卖店已遍布金华地区 对于上海人来说 金华似乎就只有一种味道 那就是火腿的香味 而这带有金华滋味的火腿 也因为南货店的流通 融入了上海人家的生活 用金华火腿制出的菜 炖出的汤 都是上海人如今早已离不开的滋味 对于上海人来说 这一道道腌辣的美味 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食物 而是被保存在记忆中的寻常生活 真切殷实 永远难以忘怀 火腿的传统制作工艺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 每年立冬到立春时节腌制 立春过后清洗晾晒 到了夏天则是发酵的最好时节 在经过长达一年以上的酵藏发酵之后 在煤的作用下 这些火腿才开始散发出最浓郁的异香 直到劈开火腿的刹那 尘封已久的味道喷涌而出 这就是时间的味道 相比于火腿的漫长发酵期 醉蟹的醉质周期则短很多 十天之后 南货店里第一批醉蟹终于上市了 上海人对醉蟹的热情有多高 有哪些曾经大受欢迎的糟醉食品 如今已经难觅踪影 酒居日本的吴阿姨与南货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请继续收看真实的25小时南货的故事 当浙江人一百多年前在今天的南京路山西路路口创办糟货店的时候 大街上的人还都拖着辫子 黄包车也跑得风生水起 而各种自产自销的糟醉食品 也成了很多人对于上海最初的味觉体验 时过境迁 当年的糟货店也成了电汤名亮的现代商铺 然而糟醉却依然让人流口水 11月份一到 醉蟹重新爬上了糟醉柜台 时刻蜂拥而至 就为了抢先品尝这等候了半年的美味 在各类糟醉食品中黄泥螺和醉蟹在上海人心中拥有特别的定位 品质上乘的黄泥螺 螺肉软重带硬 口感润滑 无论是下酒还是当成配粥的小菜 都是一种美味的享受 而腌制后的醉蟹色泽晶莹 高黄饱满肥糯 肉质鲜美细嫩 这些让上海人念念不忘的糟醉食品 用酒或糟汁为主的调味品 将原料浸自入味 不仅延长了食物的寿命 也让时刻唇齿留香 由玉珍遭醉柜台族的组长 从1985年开始 她就一直守着这方柜台 见证了南货业最辉煌的时期 今年怎么来 我就来这里 最理想吃银了过去 银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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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来往一路银了 又送了三个人 这回来 跟人说上一路银了好 跟往一路 跟人说是买带帐 这些人吃饭不饭不饭 现在我们门口都把饭都放了 结果有点没办法 有点之后 把门口都 起来 做了什么 就开始白天了 久连妈妈这妈棒鸡 有的棒鸡有的孩子忘记了 所以她跟上一货得来要命啊 如今在这家最初以遭罪起家的南货店里 遭罪食品只占了不大的三个柜胎 但这丝毫没影响上海人的热情 上海人甚至讲究到 一只螃蟹也会被分为几个部分单独醉制出售 蟹钱 蟹骨 蟹壶的 除了成品 一些家庭主妇们还会买上这里的虾油鹿和香草鹿 回家自己制作遭罪食品 在这方寸之间 由玉珍自有她的代客指导 我没有苦苦的学生会的 人家的女性是要顾客来经过的 我能够做的 能够做的 我就是刚心里面 只会有一个证明 杀了你呢 有的话你来顾客 一般的女性就会来 我就夹着手啊 这种 咖喱手啊 没什么肉里 我夹着手啊 如果这种 醋中是一样 把这种草放进去 我们要议�它们要把它搭起来 把它搭起来 最好 最好 我们的吃 不是吗 哟 就是 把灯泡泡的 你们的男人还是先来 我应该做的 就是这样 生意的 辣椒也有生意的 把你的老花生吗 这一笔 来生意的 要生意的 来生意的 要生意的 要生意的 这种烤鸡 来生意的 这么容易 自己就把人部 从来搞这块 往不跳构 它能做到人 二三十年过去了 游玉珍一如既往守着这三个柜台 老顾客们已一年又一年的光顾这里 然而有些东西还是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游玉珍告诉我们 一些曾经辉煌的遭罪食品 在今天因为各种原因已经难命中矣 失去那都不容易 现在我们已经在这里 我们已经去到找 到了小路上 老乡的一边 日子就在那里 所以他说他就这么多 我全家不成功 现在我给搬运行 sold 老乡的认识最好 这个老乡就是老乡 或许银行和腊油咸淡的命运 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难货店的现实困境 面对大型超市和网购的冲击 传统食品柜台已经不足以支撑一家难货店的生存 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 黄尼罗和醉蟹是否也会像腊油咸淡那样 成为上海人记忆中的美味 吴海周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十几年前嫁到了日本 这次专程回来看望父亲 回日本的前一天 吴阿姨买了不少难货 吴阿姨的父亲住在永家路上的一栋老式居民楼里 老爷子如今退休在家 做了55年物理教师的他却依然留恋讲台 我们到访时他仍在家里给学生补课 临行前打包一点难货 这已经是吴阿姨多年来的习惯 我九两年多十分期 我们多十期 我们等到艾米妈就等到艾米上干了 我们等到艾米上干了 我们等到艾米上干了 我北京就等到上海人回去上海人 特别回去那种上海人不回来 像个种到厚天啊 生鬼啊 把沫儿啊 往里面上干了 来摘下来 我这边回去了 那么这弄嘛 虽然不知是滨脏的吧 但是压 竟然有人跟我来个压回去上海人 我那边就是等到地 好咱们就肚蛋 这谁呀 谁让我过去干了 啊 这是谁干的 哎呀 这谁这么缺德呀 有本事拿的没有本事露头干 阿姨肯定是小家人的人干的 不过今天 吴阿姨更想让家里人鉴定一下自己的手艺有没有退步 水笋烧肉是吴阿姨的拿手菜 她告诉我们 以前上海人过年几乎每家每户都要准备这道菜 而且一做就会做上一大盆 从除夕能一直吃到正月食物 就要拿手 我做牛奶 我做人家的麻烧 他在咕尼咕尽管吃的 我认为我 他在北北的 我做要过来 我把这鸭肉吃给吃 我把这鸭吃 我们就像咕尼咕尽一样 我阿姨还说 上海人做这道菜 是不放桂皮八角这些大料的 是怕抢夺了笋和肉的香味 调味也以简单为原则 一切是为了烘托食物的原味 少许酱油和糖 挑出肉香即可 笋吸收了肉的香味 同时 肉也因为笋 变得更加鲜美 相辅相成 来了 回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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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 MARE 这是我起码照片 这是我们领队的照片 我起了五个钟头 年齡不肯定很好看 快帮帮忙 你都说起来夸来些 好好好 好快 你说没点啊 下班时间一过 老爷子家里聚集了不少亲戚 虽显得拥挤 但却温暖热闹 你都在身体 不是 我们就在身体上有点 我不想吃 我一定是最想吃 我一定会吃 哎呀 这就是没问题 这个 可以啊 可以啊 哇哇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我喜欢吃 你什么 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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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是什么烤的烤的烤的烤 吃什么烤的烤的烤的烤 吃什么烤的烤的烤 吃什么烤的烤的烤 很快一顿丰盛的晚餐做好了 火腿冬瓜汤 开洋娃娃菜 咸肉蒸白叶 这些简单易做的家常菜 虽没有饭店的精致 但更多了一份实在 一份感情 那是这些 没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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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炒菜 没炒菜 没炒菜 有炒菜 有炒菜 来 吃吃吃吃 大口吃饱 嗯 太棒了,是生生年了,我少了 我们去吃一口吃吧 你刚刚没好了,生少了 他妈肯定少了好 哈哈哈哈 我最爱就是 哈哈哈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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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帮来就好吗 对 对 对吴阿姨一样的许多人来说 这些早已是上海的味道 更是难以忘怀的家的味道 一袋笋肝,一罐醉蟹,一只火腿 这些来自他乡的食物本不属于上海 却在与上海的相逢和融合中 逐渐渗透到了上海人的隐身文化中 甚至成为了上海人生活的一部分 人们从这里带走的不仅是商品 更多的是怀旧的情愫 不过随着各地潮流涌入上海 各方美食分治踏来 传统的南货店在急速变革的时代下 也稍显的有些步履蹒跚 但店家或者坚持传统或改良记忆 依然在维持着上海人 与南货的这份感情 南货也正在不断上演着新的故事 生煤球炉的日子是充满眼泪鼻涕的 在煤球店工作的日子也是流泪开始 流泪结束 用煤炭的人锐减做煤饼的个体户却多了 真实的二十五小时即将播出消失的煤球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